LM7 日本插画师 他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 粗糙到细致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静下心来从500目到1200目 从水砂纸换成研磨剂 一点一点的手动去打磨 这就是LM7的话 如果有人对你说 你画画跟狗啃似的 恭喜你 他在夸你 因为咱有可能画的 连狗啃的都不如 让我康康是谁 啊 是我自己 你问我为什么 来 这是我 这是他在08年 发在Nikonikopedia上面的画 这是08年啊 LM7才多大 画面的氛围扑面而来 你瞬间就可以感觉到 他想告诉你什么 妈妈 我为什么跪在地上 因为我膝盖给出去了呀 他的故事只有喜欢和努力 一开始通过描绘动漫人物和车 非常粗糙地将内容呈现在画纸上 为了画出轮廓 可能要画个几十笔 但他乐此不疲 因为画画 是他娘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啊 逐渐地他发现 老是这么狂野粗糙 没办法 狂野画得是挺爽的 但是这个爽只在第一层 它可是要去到第五层啊 喜欢是动力源泉的话 那模仿就是学习捷径 他开始了漫长的描绘之路 但你知道吧 有时候人跟人就真的不能比 咱们描个画描出来发朋友圈炫耀去了 人家也炫耀 但是LM7每画一张 就去解析画中的结构 景深 色彩 光影 人体比例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不都是画画吗 阿瑟没必要这么认真吧 可就是这一份认真 让他越画越好 越画越不满足 逐渐地觉得平面已经没办法展现他的想法了 一般这个时候 剧情波折开始了 对 一不小心被东京艺术大学雕塑系录取了呢 我知道 你们可能会说我这么轻松地讲出来还一不小心 可中间努力的过程是做出来的 而不是用嘴巴说出来的 2016年开始他用建模画画了 你没听错 人家不止用2D软件作画了 哎 小老板 我这前瞻新眼地五层了哟 整起三地了哟 这可真是老母牛生小母牛老牛逼坏了呢 从这时候开始 他的作品就渐渐浮现于大众眼前 举办了个人画展 出了手办模型 出了个人品牌 还为非常多游戏出了人物原画 分别有少女前线P90 明日方舟安杰丽娜和克额伯的原画 以及巴哈姆特之怒的游戏插画 在他的采访中我看到了这么一个问题 LM7 你是怎么做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我喜欢画画 而且画得越来越好 不是很有成就感吗 这就是LM7 学他者生 向他者死 我是画展军 关注我 每天带你看好看的 M7 M7 感谢观看